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大家收看赛马KOL 今天的KOL我真的等了很久 因为上季它的提示真的很准 我记得过关 买几十元就可以中了千多元 希望它今次也带到好运给我们 欢迎你 子龙 你好Kitty 非常荣幸在赛马KOL 跟各位做研究 我是郭子龙 主力在本地足球做一些评述的工作 也试试一些体育专栏 来到这里就和大家研究一下 泡马地椰菜 在下对于一些新东西 特别有研究 所以也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今次你带了什么新东西给我们 是不是在说我们新彩词 二重彩我也是挺喜欢的 其中一个特别留意的 就是全晚唯一的初出马就是 第三场第四班千二米短途赛 二号的董大 这段四岁晚就没有往迹 之前就试了三次集 都是潘顿试的 最近的两次很吸引 尤其是两个星期之前 沙田那次大集 董大出集已经是抢了出来的 沿途一直大 一直大 结果都是赢得几多下 虽然潘顿在直路都要推 不过董大那个勢的确是很有气势的 而董大也都在跑马地 试过一次集 那个大集就跑第二 不过潘顿都是一推就有反应的 遇着这场的对手就不是说十分多 潘顿都选骑的话 就算董大那个未必说很规矩 不过安常人够强 应该都有信心的 马胆在下就很喜欢这一匹 配角方面 安全的当然首选就是五号 那只熔岩光 这匹四岁晚就在上个月初 同样是跑马地 同样是千二米 同样是班德黎 沿途就在中间的 直路就望空冲了一段 非常之强也都是赢出的 唯一的挑剔 就可能是内闪搞了一段 才修正 不过都真心是好看的 今次组合就没有变过的 三甲应该是稳的 另外四号那只铭记之心 都要注意的 两个礼拜之前 又是跑马地千二米 又是田泰安 那晚就跑第二 结果就是输了 给初出那只浪漫勇士 又是审集成 当晚就 冥记之心 沿途都是摆在第二位 去到直路 充势都是强 只不过 就不是够对手充的意思 今季就出四次 全部都是入头四名 够稳定 想得过的 而另一匹 考虑一下 就是一号一只发赢起 这匹四岁马 上季流过鼻血 今季就转了马房 三个礼拜之前 就在沙田跑了一千米 是由梁家俊骑的 虽然就跑第四 但是最后一百米 冲回来的那一段 都挺吸引的 假如伤病是恢复得好的话 都有能力 毕竟上季赢的一场 就是在跑马地的千二米 冷选的话 可以顾一顾这一步 在下的这一场 就二重彩的选择 就会以二号的董大做胆 拖五号的用眼光 四号的冥记之心 和一号的发赢起 大家都知道了 沈习城最近的谷操初出马 真是非常之厉害 刚刚的风雷电 在前快后快顶到 赢到马 还有些排外当的浪漫勇士 都是 看看是否真的赢马停不了 这些初出马 都辣操过来的 我相信你平时 除了看试集片 还有些赛事片 试集你会留意些什么 都是看过小的 这些都 最重要是靠感觉 董大这个感觉 比我们特别好 另外有两部分 我在整个夜菜里面 都特别喜欢 可以考虑一下过关 其中就是在第五场 第二班千八米 八号的保罗承船 今季第一次上阵 就是在上个月初 沙田千六米草地 那一场就同样是 潘明辉骑的 印象最深的就是 当天抽了个十四档 我说你 起步已经抢了 又抢了在前面 去到最后直路 都还是有力去斗内力的 结果就顶住了那只 天池怪盒 跑第一 今次就升了上第二班 曾成就跑千八 虽然对手不同了 但是保罗承船 之前三次赢都是潘明辉去骑的 加上今次是一一二磅 虽然对手有九宝 柏林探哥 或者是超级军团 说不定保罗承船 轻飘飘飘飘回来都未定 所以呢 Winpay过关二川三 在下就会是试这一匹的 另外一匹可以选的 就是第七场 第三班1650位 12号那只渺渺精彩 又是潘明辉旗 今天第一次上阵 而对上一次出赛呢 就是在上季的五月 那当时呢 就是跑沙田千四米 那其实呢 就是莫雷拉 那一场呢 很快就抢在前面放了 那这次是渺渺精彩 那去到尾段呢 都能够保持的 那结果呢 就是跑第一的 那当日呢 就背了个重磅 130磅 那这次呢 升班就背了个轻磅 116 那虽然呢 路程是长了 但是跑马地呢 其实就渺渺精彩都赢过的 虽然呢 对手就有 喜迎宝啊 健康在望等等 不过呢 竞技体育呢 就没有说是一定的 那渺渺精彩呢 都有权放回来的 那虽然呢 就渺渺精彩 和保罗承船呢 就是在下的Winpay过关的选择 其实我自己呢 很喜欢那只保罗承船的 上次我都还是有少少看不起他 我打算天池怪合出到 潘盾都是博的了 谁知道被那只保罗承船 在前面操控到的补充 过极都过不了他 再加上之前保罗承船呢 转了去泥地都跑得好 你知道泥地的那个弯都很窄的嘛 但是这次转过来 像你说的轻飘飘 可不可以回来呢 另外一只呢 我有少少问题想问的 就是渺渺精彩 这次呢 第一次跑1650 还要是季内初出 你怕不怕 他对着其他热身的对手呢 他会有少少吃虧呢 但是呢 渺渺精彩呢 就躲在 好像从化 都躲在一边日子 到底搞什么鬼呢 可能就是告冬你才知道 所以呢 渺渺精彩到底 这些因素 可不可以 令到他克服到呢 到时就会有答案 那我都见到他做了三货集 都不是说出来热身 我相信 试一下吧 就像你说的 会不会 这场继续没什么补处的情况下 又是被他走到回来 潘明辉最近的成绩都不错 还有个东尼 那些马都躁到火红火绿了 好了 我们重复一下你的心水 是吧 二重彩精选 选了第三场 二号的董大造福式马胆 拖翻一号的发 赢起四号 明记之心和五号用眼光 总共六注 到赢位置精选 选了五场八号的保罗成全 和七场十二号的淼淼精彩 买宜村三 总共八注 我希望今次过关 二重彩都中了 帮我们马迷朋友 赢多点钱 多谢你啊 Jekyll 祝大家好玩